你好,这里是喜马拉雅天天听好书,为你一网打尽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富雷家书》。 富雷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作家和艺术评论家。 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巴尔扎克的《欧也尼·格朗台》。 富雷翻译的作品不仅很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还能准确传达袁书的精髓。 他的成就至今没有几人能够超越。 富雷出生于1908年,因为出生的时候声音洪亮,便得名雷字。 富雷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24岁的母亲承担起了独自抚养富雷的责任。 1919年,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影响了富雷的母亲, 他毅然决然变卖了家产,送19岁的富雷到法国自费留学。 留法四年,富雷也很刻苦,不仅在巴黎大学学习文科, 同时还到卢浮美术史学校旁听。 富雷去法国留学那年,和14岁的远房表妹朱梅复订了婚。 富雷回国之后,两人便在上海玩婚,生育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叫富聪,小儿子叫富敏。 富聪是名满世界的钢琴演奏家, 富敏是一名中学的英语老师, 一家四口啊,其乐融融。 富聪二十岁的时候就被富雷送到波兰学习音乐。 在富聪留学期间,富雷用书信的方式和富聪谈艺术, 谈学习,谈人生理想, 帮助儿子排解心中的困惑和苦闷。 后来呢,富聪娶了个美国媳妇尼拉, 富雷也经常用外文给尼拉写信。 从1954年到1966年12年的时间, 富雷一共写了三百多封家书给富聪夫妇。 文革之初,富雷受到迫害。 1966年9月3日凌晨, 58岁的富雷在家中吞服巨量毒药, 悲壮地走完了一生。 夫人朱梅富也追随他自意身亡。 文革结束之后,富雷平反, 小儿子富敏着手整理富雷的手稿和信件。 富雷写给富敏的信件早已经在文革中被烧毁。 由于富聪人在国外, 富雷写给富聪的信呢大部分都保留着。 怀着对父母的思念之情, 富聪和富敏挑选了部分信件, 整理成这部充满父爱的富雷家书。 家书的内容以富聪留学打拼经历, 情感婚姻之路为主线, 以日常生活的故事为基础, 全面展示了富雷真诚待人认真做事的生活原则。 富雷家书不仅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爱和期望, 还有对音乐、美术、文学乃至人生的探讨。 富雷用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富雷家书还入选了教育部中学生必读书目。 中国著名现代作家楼世宜赞美富雷家书说, 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 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艺, 偶心力写的教子篇。 富雷的去世是中国翻译界的一大损失, 也使富雷家书更显得弥足珍贵。 这本书百分百体现了富雷的教育思想, 可以说是富雷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著作。 好,那么接下来我会用三个问题来为你讲解本书的重点。 第一,富雷的家庭教育有哪些特点? 第二,富雷教会孩子的学习方法有哪些? 第三,富雷教会孩子的生活之道有哪些? 好,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问题, 富雷的教育有哪些特点? 富家教育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爱。 你可能会说,爱子之心人皆有之, 这是一种自然规律。 然而,像富雷那样的父亲却是不多见的。 富雷的爱表现在他的耐心、细心和恒心上。 我们先来看看富雷的耐心。 比如,为了帮助远在国外的傅聪了解希腊文化, 富雷翻译了法国艺术理论家丹娜的《艺术哲学》一书, 并且亲自抄写了书中关于希腊雕塑的部分寄给富聪。 这部分大约有六万字, 富雷每天抄写一段,抄了一个月才完成。 当时的富雷已经53岁了, 视神经功能衰退, 工作时间一长就会眼睛发花、头痛、流泪。 他是忍着病痛一笔一画地为儿子抄写。 富雷也是一个很细心的男人。 富聪要远行的时候, 富雷叮嘱他,出发前要把需要带去的衣服、物品 记在小本子上。 富聪到了波兰以后, 富雷根据自己留学法国的经验, 手把手地教儿子如何节省开支。 他甚至提醒富聪说, 如果不吃饭, 要事先和房东协商好, 这样可以少算一顿饭钱。 有人请吃饭的时候, 节省出来的饭钱正好可以买礼物。 这些小事, 富雷都能想到, 都替儿子盘算好了。 不得不说, 他真的是很细心。 最后我们再来讲讲富雷的恒心。 富聪学的是音乐, 而富雷在艺术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 富雷就把富聪当作和自己讨论艺术的对象, 把家书当作父子俩交流艺术的场所。 两个人经常比谈艺术的细节问题, 以此来提升富聪对艺术的思考以及写作的能力。 因此,富雷平均每个月给富聪写三封长信, 每封信平均有三千字。 这样的长信一写就是十二年。 富雷给富聪的不仅仅是爱, 还有言。 在富聪的回忆当中, 富雷是一个严厉过火的父亲, 他小时候也没少爱父亲的答案。 富雷对朋友、家人, 尤其是对孩子要求很高。 富雷家书当中处处可以看出 富雷对儿子严格而细致的要求。 比如说,富雷要求儿子先做人再做事。 富雷认为, 不会做人成为再高明的艺术家 都不会对人类有什么贡献。 不管是做学问还是搞艺术, 最要紧的是学做人, 这是富雷对儿子的最低要求。 富雷在为人处事和道德准则方面, 给富聪提出了很多建议。 比方说, 朋友帮了忙, 一定要写封信表示感谢, 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富雷说, 对待朋友不能马虎, 不能搏情, 不能给人留下忘恩负义的印象, 要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道德准则方面, 富雷也对富聪提出了严格要求。 富聪在波兰学习期间, 有段时间因为业务原因想转学去苏联, 又不想告诉波兰的老师。 富雷知道之后, 就写信严厉地教训了富聪, 告诉他, 做事情要真诚坦白, 不能耍手段绕圈子。 有问题不要害怕和老师交流, 但是一定要说老实话, 态度一定要诚恳。 在做事上, 哪怕是小事, 富雷都希望富聪做得干净漂亮, 尽量追求完美。 比如说, 富雷要求富聪的信封要写得干净, 信封上的字不能太大, 不能把整个封面都沾满。 再比如, 吃饭的时候, 两手要放在桌面上, 刀叉要轻拿轻放, 不能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富雷强调, 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就可以不重视。 他说, 无论如何, 细小不足的事都反映出 一个人的意识和性情。 他认为呢, 做事与做人应当是一致的, 都要保持干净谨慎。 富雷曾经说过, 工作就是自己的全部, 他把整个身心都放在工作上, 他也这样严格要求富聪的学习。 比如说, 富聪呢, 小时候在家练琴, 富雷在楼上工作, 一听啊, 楼下的琴声停止了, 富雷就用准备好的木棍敲击地板, 或者是干脆从楼上下来教训富聪一番。 富聪出国后的第二天, 富雷就写信给富聪, 要求他制定学习计划, 写信寄给他看。 他还会给富聪游记中国古代经典图书, 让富聪在弹琴之余呢, 也不忘了学习中国文化。 富雷承认啊, 自己教育孩子的方式非常严格, 也非常刻板, 甚至很专制。 他害怕宠坏孩子。 他希望富聪能够成为一个严格要求自己, 不断进行自我批评和反省的人, 这样富聪才能取得更多的进步。 富雷教育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因才识教。 富聪从小在家学习, 没有经过学校教育, 而富敏呢, 和大多数孩子一样, 按部就班地上小学中学考大学。 富雷为两个儿子选择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 我们来看看富雷为什么这样做啊。 富雷早年留学法国, 回国的时候带回一台首摇留声机 和几套交响乐的唱片。 每当富雷在家中播放唱片的时候呢, 年幼的富聪就在一旁安安静静地听着, 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爱。 有一次啊, 几个朋友在富雷家打牌, 其中呢, 有声乐家林俊卿, 他们谈到音乐, 说小孩子有绝对音感的特别难得。 绝对音感呢, 就是指一个人听到某个音, 不需要再给出基准音, 就能够说出或者唱出声音的名称和准确音高。 有绝对音感的人, 在音乐学习方面是有先天优势的。 当时啊, 五岁的富聪在旁边玩耍, 于是呢, 大人们就拿富聪做了个试验。 谁知道呢, 富聪竟然具有这种绝对音感, 而且呢, 屡试不爽。 于是富雷放弃了原本想让富聪学习绘画的打算, 决定让他学习钢琴, 并让富聪从学校退学在家练习。 富雷拿出权力来培养富聪, 还请了当时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 钢琴家梅百气先生来教授富聪弹琴。 梅百气还是著名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 至于其他的文化课, 富雷请了老师在家教富聪的英文数学, 语文呢, 则是富雷亲自教的。 小儿子富敏呢, 有一段时间啊, 也非常喜爱音乐, 然而富雷却坚持让富敏走普通学校教育之路。 大儿子学习音乐已经成功, 小儿子也很热爱音乐, 老爸却坚决制止。 富雷是怎么考虑的呢? 富雷认为啊, 富敏的自然科学和数学功底很好, 在学校呢, 能得到更系统的训练, 但是他的语文不太好, 如果在家学习, 需要有好的老师教, 但是他自己没时间, 其他人呢比较忙, 请不到好老师。 再者呢, 富敏看乐谱的能力不强, 不如富聪有天赋, 而且爱好不等于天赋。 富雷强调, 如果只是普通学科, 以普通人的资质就能取得中等成就, 但是艺术学习需要特别的天赋, 仅凭爱好和坚持是很难成功的。 所以说, 富雷培养富聪成为钢琴家, 而让富敏接受普通学校教育。 与其说是因才施教, 不如说它是从专业角度, 用艺术人才观来培养孩子。 对于普通父母来说, 我们可以不要求孩子成为 莫扎特·贝多芬那样的旷世奇才, 但也不要随便否认自己孩子的音乐天分。 我们可以向富雷学习, 在家呢放放音乐给孩子听, 先给孩子输送音乐养分, 培养兴趣, 再决定是否让孩子走专业音乐的道路。 好了, 以上呢就是第一个问题, 富雷家庭教育的特点是什么? 总结一下呢就是, 浓郁的父爱和严格的管教并行, 就像我们常说的, 爱之深, 责之妾。 富雷规划两个儿子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表明, 富雷培养孩子是根据孩子自身特点, 因才施教的。 到这儿。